长城与秦始皇的故事 既然我们最近两期的视频都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来讲一讲和春秋时期有关的故事 这样也方便大家学习 请大家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长城 有很多人也已经去过长城了 长城旅游人数最多的恐怕当属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巴达岭长城建于明代 站在巴达岭长城最高的城楼 你可能惊叹于长城的雄伟 一眼望去绵延数十公里 但是巴达岭长城也只不过是长城的一小段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 东启山海关 西道嘉峪关 途经东北三省 河北 天津 北京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丹肃 丹肃 宁夏 青海 内蒙古 新疆 15个省市 绵延长度大约6700公里 又被称作万里长城 其实说长城是万里长城 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因为长城的修建持续了2000多年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 总长度超过5万公里 即便是以现存的长城遗址 墙体遗留下来的长度计算 也有2万多千米 绵延长度指的是墙体持续连接的长度 那么长城和春秋时期有什么联系呢 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由我们最近两期视频都提到过的 楚国开始兴建的 汉书《地理志》及《左传》都曾记载 楚国最早修建的长城被称为方城 当时楚国修建方城的原因也很简单 是为了防范北方匈奴和日益强大的秦国的入侵 因此楚国在边境的地方修建了方城 后来其他国家看到楚国将方城作为防御 也就纷纷效仿 都在自己国家的境内修建这种防御工事 不过当时修建方城还不像现在的长城这样长 将方城变为长城的 是后来华夏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秦国在春秋末期 以其强大的国力迅速战胜了其他国家 将所有领土囊括在自己的手中 秦国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下令继续修建长城 以使这些城墙能够连接起来 便于防御和抵挡北方的匈奴 诶 你可能会好奇 这长城的防御工事看来也不怎么样呀 要不然楚国怎么会被秦国攻破了呢 明明不成功 为啥秦始皇还要继续修建呢 这就首先要说说春秋七国以外的匈奴 对匈奴的定义在学界是有些争议的 大体来说 匈奴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种族或部落 而是很多个游牧民族的合称 由于游牧民族的特点 是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 因为他们要让牲畜有草吃 猎人们能猎到动物 所以需要寻找草木繁茂 有水源的地方 随着部落的迁徙 游牧民族的数量也得以扩充 所以这些游牧民族被统称为匈奴 那我们比较熟知的蒙古族 突厥族都属于匈奴 但是这些匈奴部落 是由各个部落的首领各自管理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匈奴政权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百多年里 匈奴部落和中原地区的纷争一直不断 后来秦始皇平定中原 匈奴的部落也在战争中 由于人员的损耗 以及部落间的侵吞及合并 由最初的一百多个变成了几个强大的部落 不过中原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天下并没有因此而太平 这里的天下指的就是国家的意思 大秦帝国不止内部不安定 外部和匈奴之间也摩擦不断 而且匈奴人擅长骑马和射箭 全民皆兵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很难被歼灭 当时北部边境除了匈奴之外 又兴起了一支强大的部落 东湖 东湖人也善于骑马和射箭 而秦国的部队大多是步兵 因此 秦国在与匈奴和东湖的对峙中 总是损失巨大 东湖这一名称的由来 是由于这一部落在匈奴以东 而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湖 因此 这一部落被称为东湖 秦国为了抵御匈奴和东湖 就将中原北部的方程 用城墙连接起来 形成了后来的长城 长城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拦截湖人的骑兵 这里的湖人 指的就是湖和东湖人的总称 刚刚我们说了 湖指的是匈奴 东湖和匈奴之间也有战争 后来东湖被匈奴所灭 那么这种拦截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长城是无法杜绝湖人的侵袭的 但却能减弱骑兵的进攻效率 尤其是大量骑兵的进攻 长城的防御系统是比较复杂的 不只有边墙 还有蹲台 烽火台 以及每隔一段长度 就会看到的堡垒 只要敌人一开始活动 长城上的蹲台 也就是瞭望所就会发现 然后就会向天鸣炮 开这种炮并不是为了攻击敌人或吓退敌人 而是通知长城上的烽火台 烽火台听到炮声后 就会点燃柴草制造狼烟 或者在夜间用火光示警 将信息传达给城堡 城堡会首先对敌情做出反应 并将情报上报 所以长城除了具备简单的防御功能外 还有一个情报传递功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长城也确实减弱了骑兵的攻势 而且在明朝时期 匈奴的蒙古部落 以挖墙的方式穿过长城 以攻击中原 长城的城墙 也起到了一定的延迟作用 蒙古人挖墙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守卫的士兵 可以及时发现敌情 以做好驱离或是包抄的应对方案 由此看来 长城虽然不能完全将敌人阻隔在墙外 但确实是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 说到长城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传说 相传 很久以前在江苏有个村庄 村庄里住着一位姓孟的老汉 老汉是大户人家 家里种了一个葫芦 这颗葫芦长得很茂盛 竟然伸到了邻居家里 邻居姓姜 两家商量 结的葫芦有两家分享 这颗葫芦羊 虽然长得很好 但却只结了一个葫芦 正好长在两家交界的篱笆上 葫芦成熟后 被两家人摘了下来 打开后 发现里面居然有个婴儿 是个女孩 两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决定共同抚养 给她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后出嫁了 结婚后 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可是有一天 秦始皇下令修建长城 各地扩充姚艺 姚艺就类似于 我们在活着里面讲到的壮丁 壮丁是用来冲军打仗 而姚艺是用来做苦力 两者的相同点是 都是由官方来向民间 强制征绩人力 秦始皇到处抓人去修长城 孟姜女的丈夫 也被抓去了 很快冬天就要来了 孟姜女担心自己的丈夫 没有厚衣服穿 于是就做好了棉衣 去长城那里送给丈夫 到了长城四处寻找和打听 都没有找到丈夫 后来问了熟人才得知 自己的丈夫 已经由于修长城而累死 被埋在了长城底下 孟姜女伤心欲绝 抱着棉衣坐在长城边 痛哭起来 她一直哭 一直哭 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一直哭了十天十夜 最后修建起来的 坚固的万里长城 随着一声巨响 轰然倒塌 露出埋在长城下方的 累累尸骨 孟姜女边查找 边哭泣 直到找到自己丈夫的尸体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关于长城的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 在民间非常有名 尤其在老一辈人中 一说到长城 就会聊起孟姜女哭长城 我记得我也听过 一个原来住在 离长城较近的地方的 老人说过 长城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因为下面埋着无数冤魂 一到晚上 总能听到鬼哭狼嚎的 奇怪叫声 即便现在可以去长城旅游 但到下午也会关闭景点 不许人再进去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已经很难分辨 传说中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民间 对于秦始皇不那么喜欢 甚至非常厌恶 作为一统中原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那么被人憎恶呢 首先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是在建立大秦帝国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之前没有的制度 专制集权 在春秋时期 贵族都有官爵和封地 但到了秦始皇时期 执许给这些贵族官爵 却废除了封地制度 原因是 他认为贵族有自己的领地 就可以培育自己的军队 这对大秦帝国是一个威胁 因此秦始皇将领地和军队全部收回来 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 也正因为这样 虽然他平定了中原 但却没有收服这些六国贵族的心 第二 我们之前也说过 春秋时期的人才是流动的 虽然需要依仗权势 但在施展理想抱负方面 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你可以自由选择想去的国家 所以在春秋时期 产生了很多思想家 儒家思想的代表 孔子就是其中之一 秦始皇称帝后 认为自己可以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相比较 不需要他们的治国策略辅助 所以下令焚烧了 记载上古时期首领治国理念的书籍 并下令谈论这些古书籍 和之前六国的书籍的人 都将被处以死刑 同时 大秦帝国采取的专制集权制度 引来了儒家学生的批评 导致有大量的儒家学生被坑杀 坑杀就是将人活埋的意思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就是焚烧古书 坑杀儒家学生的意思 由于这些原因 秦始皇也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第三 秦始皇灭六国后 推行的制度都非常的严苛 不服兵役、摇曳都是不行的 因此有大量的百姓 被强迫冲军或做苦力 而且当时的法律 对军队和做苦力的百姓也极为严苛 所以大秦帝国也失去了军队和民间基础 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 秦始皇虽然平定中原 但也凭借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阶层 所以古人非常憎恨他 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生词 恐怕 恐怕 可能 也许 当属 当属 是 城楼 城楼 城墙上的建筑 用来防御和观察 惊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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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讶或赞叹 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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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壮观和宏伟 夸张 夸张 描述或表现的超过实际 现存 现存 目前仍然存在的 遗址 遗址 古代建筑物或文明留下的印记 遗留 遗留 从过去留下来的 防范 防范 采取措施防止某种情况发生 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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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进入他国或他人领土 日益强大 日益强大 变得越来越强大 效仿 效仿 模仿别人的行为或做法 防御公事 防御公事 用来防守的建筑或设施 囊括 囊括 把全部东西包罗在内 好奇 好奇 对未知事物感兴趣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表示某事物质量或情况一般 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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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攻击打破防线或障碍 争议 争议 不同意见的争论 大体来说 大体来说 总的来说 种族 种族 一群具有相似身体特征的人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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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若干家族组成的社会组织 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以放牧为生 四处迁移的民族 迁徙 迁徙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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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国家的政治权利 纷争 纷争 争吵或冲突 损耗 损耗 损失 侵吞 侵吞 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或领土 摩擦 摩擦 不同意见导致的冲突 尖灭 尖灭 完全消灭敌人 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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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方互相对抗 被什么什么锁怎样 被什么什么锁怎样 拦截 拦截 阻止通过或前进 杜绝 杜绝 彻底防止某事发生 清洗 突然进攻或侵入 瞭望锁 瞭望锁 用来观察敌情的高台 蜂火台 蜂火台 用于传递紧急信号的塔楼 狼烟 狼烟 蜂火台点燃的烟火 用于报警 敌情 敌情 敌人的活动情况 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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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进攻的行动 延迟 延迟 推迟某事的时间 驱离 驱离 攻势 强制某人离开 包抄 包抄 从侧面或背后包围敌人 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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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断联系或交通 篱笆 篱笆 问别人 问别人某个情况或信息 伤心 伤心欲绝 伤心欲绝 极度悲伤 雷雷尸骨 雷雷尸骨 大量死人的骨头 阴森恐怖 阴森恐怖 非常可怕的环境 冤魂 冤魂 因冤屈而无法安息的鬼魂 鬼哭狼嚎 鬼哭狼嚎 形容声音凄厉恐怖 变迁 变迁 时代或环境的变化 分辨 分辨 区分不同的事物 增悟 增悟 非常讨厌 专制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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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 封地 封地 封建制度下 分给诸侯的土地 废除 废除 取消或终止某种制度或规定 威胁 威胁 用言语或行动让别人感到害怕 收服 收服 使对方 屈服或顺服 治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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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国家的方法和策略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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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火烧 得罪 得罪 让别人记恨 读书 读书人 读书人 受过教育并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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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严格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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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既然我们最近两期的视频都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 今天我们就再来讲一讲和春秋时期有关的故事 这样也方便大家学习 请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长城 有很多人也已经去过长城了 长城旅游人数最多的恐怕当属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巴达岭长城 建于明代 站在巴达岭长城最高的城楼 你可能惊叹于长城的雄伟 一眼望去绵延数十公里 但是巴达岭长城也只不过是长城的一小段 长城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 东启山海关 西道嘉峪关 途经东北三省 河北 天津 北京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内蒙古 新疆 15个省市 绵延长度大约6700公里 又被称作万里长城 其实说长城是万里长城 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因为长城的修建持续了2000多年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 总长度超过5万公里 即便是以现存的长城遗址 墙体遗留下来的长度计算 也有2万多千米 绵延长度指的是墙体持续连接的长度 那么长城和春秋时期有什么联系呢? 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由我们最近两期视频都提到过的 《楚国》开始兴建的 《汉书地理志》及《左传》都曾记载 《楚国》最早修建的长城被称为方城 当时《楚国》修建方城的原因也很简单 是为了防范北方匈奴和日益强大的秦国的入侵 因此 《楚国》在边境的地方修建了方城 后来其他国家看到《楚国》将方城作为防御 也就纷纷效仿 都在自己国家的境内修建这种防御工事 不过当时修建方城还不像现在的长城这样长 将方城变为长城的是后来华夏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秦国在春秋末期以其强大的国力迅速战胜了其他国家 将所有领土囊括在自己的手中 秦国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下令继续修建长城 以使这些城墙能够连接起来 便于防御和抵挡北方的匈奴 诶 你可能会好奇 这长城的防御工事看来也不怎么样呀 要不然楚国怎么会被秦国攻破了呢 明明不成功 为啥秦始皇还要继续修建呢 这就首先要说说春秋七国以外的匈奴 对匈奴的定义在学界是有些争议的 大体来说匈奴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种族或部落 而是很多个游牧民族的合称 由于游牧民族的特点是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 因为他们要让牲畜有草吃 猎人们能猎到动物 所以需要寻找草木繁茂有水源的地方 随着部落的迁徙 游牧民族的数量也得以扩充 所以这些游牧民族被统称为匈奴 那我们比较熟知的蒙古族突厥族都属于匈奴 但是这些匈奴部落是由各个部落的首领各自管理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匈奴政权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百多年里 匈奴部落和中原地区的纷争一直不断 后来秦始皇平定中原 匈奴的部落也在战争中 由于人员的损耗以及部落间的侵吞及合并 由最初的一百多个变成了几个强大的部落 不过中原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天下并没有因此而太平 这里的天下指的就是国家的意思 大秦帝国不止内部不安定 外部和匈奴之间也摩擦不断 而且匈奴人擅长骑马和射箭 全民皆兵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很难被歼灭 当时北部边境除了匈奴之外 又兴起了一支强大的部落 东湖 东湖人也善于骑马和射箭 而秦国的部队大多是步兵 因此秦国在与匈奴和东湖的对峙中 总是损失巨大 东湖这一名称的由来 是由于这一部落在匈奴以东 而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湖 因此这一部落被称为东湖 秦国为了抵御匈奴和东湖 就将中原北部的方程用城墙连接起来 形成了后来的长城 长城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拦截湖人的骑兵 这里的湖人指的就是湖和东湖人的总称 刚刚我们说了 湖指的是匈奴 东湖和匈奴之间也有战争 后来东湖被匈奴所灭 那么这种拦截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长城是无法杜绝湖人的侵袭的 但却能减弱骑兵的进攻效率 尤其是大量骑兵的进攻 长城的防御系统是比较复杂的 不只有边墙 还有蹲台 烽火台 以及每隔一段长度就会看到的堡垒 只要敌人一开始活动 长城上的蹲台 也就是瞭望所 就会发现 然后就会向天鸣炮 开这种炮并不是为了攻击敌人或吓退敌人 而是通知长城上的烽火台 烽火台听到炮声后 就会点燃柴草制造狼烟 或者在夜间用火光示警 将信息传达给城堡 城堡会首先对敌情做出反应 并将情报上报 所以长城除了具备简单的防御功能外 还有一个情报传递功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长城也确实减弱了骑兵的攻势 而且在明朝时期 匈奴的蒙古部落 以挖墙的方式穿过长城 以攻击中原 长城的城墙也起到了一定的延迟作用 蒙古人挖墙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守卫的士兵可以及时发现敌情 以做好驱离或是包抄的应对方案 由此看来 长城虽然不能完全将敌人阻隔在墙外 但确实是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 说到长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在江苏有个村庄 村庄里住着一位姓孟的老汉 老汉是大户人家 家里种了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长得很茂盛 竟然伸到了邻居家里 邻居姓姜 两家商量截的葫芦有两家分享 这颗葫芦秧虽然长得很好 但却只截了一个葫芦 正好长在两家交界的篱笆上 葫芦成熟后被两家人摘了下来 打开后发现里面居然有个婴儿 是个女孩 两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决定共同抚养 给她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后出嫁了 结婚后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可是有一天秦始皇下令修建长城 各地扩养 各地扩养姚艺 姚艺就类似于我们在活着里面讲到的壮丁 壮丁是用来冲军打仗 而姚艺是用来做苦力 两者的相同点是 都是由官方来向民间强制征缉人力 秦始皇到处抓人去修长城 孟姜女的丈夫也被抓去了 很快冬天就要来了 孟姜女担心自己的丈夫没有厚衣服穿 于是就做好了棉衣去长城那里送给丈夫 到了长城四处寻找和打听 都没有找到丈夫 后来问了熟人才得知 自己的丈夫已经由于修长城而累死 被埋在了长城底下 孟姜女伤心欲绝 抱着棉衣坐在长城边痛哭起来 她一直哭一直哭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 一直哭了十天十夜 最后修建起来的坚固的万里长城 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倒塌 露出埋在长城下方的累累尸骨 孟姜女边查找边哭泣 直到找到自己丈夫的尸体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关于长城的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在民间非常有名 尤其在老一辈人中 一说到长城就会聊起孟姜女哭长城 我记得我也听过一个原来住在离长城较近的地方的老人说过 长城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因为下面埋着无数冤魂 一到晚上总能听到鬼哭狼嚎的奇怪叫声 即便现在可以去长城旅游 但到下午也会关闭景点 不许人再进去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传说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民间对于秦始皇不那么喜欢 甚至非常厌恶 作为一统中原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那么被人憎恶呢 首先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是在建立大秦帝国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之前没有的制度 专制集权 在春秋时期 贵族都有官爵和封地 但到了秦始皇时期 只许给这些贵族官爵 却废除了封地制度 原因是 他认为贵族有自己的领地 就可以培育自己的军队 这对大秦帝国是一个威胁 因此秦始皇将领地和军队全部收回来 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 也正因为这样 虽然他平定了中原 但却没有收服这些六国贵族的心 第二 我们之前也说过 春秋时期的人才是流动的 虽然需要依仗权势 但在施展理想抱负方面 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你可以自由选择想去的国家 所以在春秋时期产生了很多思想家 儒家思想的代表 孔子就是其中之一 秦始皇称帝后 认为自己可以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相比较 不需要他们的治国策略辅助 所以下令焚烧了记载上古时期首领治国理念的书籍 并下令谈论这些古书籍和之前六国的书籍的人 都将被处以死刑 同时 大秦帝国采取的专制集权制度 引来了儒家学生的批评 导致有大量的儒家学生被坑杀 坑杀就是将人活埋的意思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就是焚烧古书坑杀儒家学生的意思 由于这些原因 秦始皇也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第三 秦始皇灭六国后 推行的制度都非常的严苛 不服兵役、姚役都是不行的 因此有大量的百姓被强迫充军或做苦力 而且当时的法律 对军队和做苦力的百姓也极为严苛 所以大秦帝国也失去了军队和民间基础 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 秦始皇虽然平定中原 但也凭借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阶层 所以古人非常憎恨他 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